2018俄罗斯世界杯特别节目 是由华美银行荣誉赞助 并由金燃站和XR Enterprise 宣锐集团特别赞助播出 华美银行精彩时刻 欢迎您收看收听今天的世界杯观察站 我是玉萍 不知道大家在看了世界杯第四天的三场比赛之后呢 是怎样的心情 反正呢我是觉得真的太意外了 在哥斯达利加迎战塞尔维亚的这场比赛当中呢 第56分钟克拉罗夫打进的一力进球 帮助这个主队塞尔维亚队呢 最终是以1比0的比分来取胜了 而在随后的一场F组的这个中投戏当中呢 德国迎战墨西哥 这场比赛呢是爆出了目前为止 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啊 那么之前呢大家还在讨论 阿根廷踢平冰岛的这场冷门 但是仅仅在一天之后呢 很快世界杯的这个未免冠军 德国队呢以0比1不敌墨西哥 不过呢看过这场比赛的球迷都知道啊 墨西哥的这场球呢是踢得非常非常好 他们当然取得胜利呢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一组的另外一场较量 在巴西和瑞士之间展开 本场比赛呢巴西最终是1比1占平了瑞士 本届世界杯巴西队的阵容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 一场平局对于志在夺冠的巴西队来说 实在是太难以接受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第5个比赛日 6月18号美西时间上午的5点钟呢 瑞典将会迎战韩国 在稍后美西时间的上午8点钟呢 G组的这个欧洲红魔比利时呢 将会对阵巴拿马 在美西时间上午的11点钟呢 托尼斯会迎战英格兰 华美银行与你一起关注 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收看收听 由嘉宾主持林东与特约球迷 为您带来的大话世界杯节目 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继续收看大话世界杯的节目 今天呢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 王庆庆作为我们的嘉宾 那我们一起来主持这一期的节目啊 那个庆庆 今天可以讲三场比赛啊 但是可真的叫冷门铁棒 因为今天呢我在看比赛的时候啊 我突然想到了这样的一句台词 这台词当年啊 这个陈沛斯和朱世茂演的小品 叫朱娇与佩娇 那里边有经典的台词 那台词是这么说的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王小二 尖嘴猴塞的能够演叛徒 没想到没想到 你朱世茂浓眉大眼的 今天也当了叛徒了 我想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因为然后想起来一句 原来好像只是我们中国足足队 专属的一句解说词 就是场上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不过今天的这句词呢 我们得送给德国队 德国队的主教练 一直在场边看表 而且不时的焦躁的在场边走来走去 那今天德国队的表现确实是差强人意 那么与之相对应 今天我们应该这么讲 我们美洲的球队墨西哥队 今天打出了一场非常漂亮的对攻战 而且在气势上不输德国队 应该这么说 德意志战车一直以团队精神 以钢铁意志 以打不死 著称 但是今天没想到 这个比赛一开始 墨西哥就给德国队来了个迎头三板斧 这个崇晓金的三斧子 结果是把德国队忙了个手忙脚乱 不过这场比赛 其实在赛前 我相信不管是专家 以及很多球迷都是一致认为 德国队赢下这场比赛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昨天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为了今天这场比赛做出一个预测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 有很多的很难以去解释的怪圈 比如说德国队是连续七届 世界就近七届的世界杯的首场比赛 都是获胜的 而且是从2002年开始 德国队每场给他的对手都是四个球 最少四个球到最低消费 所以在从历史上看 那么好像今天墨西哥队输给德国队 应该是理所应当的 因为毕竟在此前的正式的国际交锋的记录上 墨西哥队对德国队是无一胜计 所以德国队的强大 以及墨西哥队给人的软脚瞎的这种形象 确实让人觉得这是一场没有悬点的比赛 但是没想到比赛一开始 墨西哥队气势如虹 其实从气势 从开场 双方进场 以及从唱国歌的时候 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这里边有一些非常诡异的历史上的巧合 因为今天我们注意到 在唱国歌的时候 因为很有意思的是 我有一个朋友 今天就是在墨斯科 就是在主场 然后他就是想感应 他就是德国队的球迷 所以当时在电视转播开始之前 我们看到整个球场到处都是德国旗帜的海洋 所以我的朋友发来的照片 他说看起来 墨西哥的球迷来了不到一半 可能德国球迷占大多数 但是印象立刻就得到了一个改观 为什么 因为在唱国歌的时候 好像我们只听到了德国国歌的主旋律 好像没有人跟着唱 而且所有的德国队员是完全的面向边线 但是当墨西哥的国歌旋律响起来的时候 所有的墨西哥的球员就开始集体转向 面向墨西哥国旗 而且这个时候 场上响起了万人大会唱 因为今天到场的观众有6万多人 所以有一半的墨西哥球迷 南美球迷 拉丁人以激情洋溢 热血沸腾著称 所以当几万名墨西哥球迷 都做着这个动作 大家要注意要看我的手势 因为我们看了美国人唱国歌的时候 手舞胸口 而墨西哥的球迷在唱国歌的时候 这是他们的要求 他们要掌心向下放在胸口 每一个人 因为墨西哥的国歌还很长 唱的有5分钟 所以每一个墨西哥的球员 唱起来都非常的投入 因为就说墨西哥的国歌很长 5分多钟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起来响应同胞的 同胞们起来响应国家的号召商战场 这是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的意思 这首歌歌怎么来的 这首歌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尤其住在南加州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这块土地 加利福尼亚当年是属于墨西哥的 在墨西哥的版图当中 叫做Ayrta California 叫做上加利福尼亚 但是它通过1846年到1847年的美墨战争 墨西哥战败 以1500万美金的代价 墨西哥把自己版图的55% 卖给了美国 丢掉了23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所以当时在国家丧失这么大的版图 情况下 墨西哥全国群情激愤 所以民族主义高涨 所以在1853年 当时的墨西哥总统 也就是当年在美墨战争当中 被俘虏的战败的总统圣坦安娜 就号召全民族 我们老百姓写一首属于我们自己国家的 为了纪念我们的祖国写一首爱国的歌曲 所以他就发起了一个写国歌的这么一个运动 那么在众多的几万份的头耳当中 有这么一个叫做弗朗西斯科刚萨雷斯的诗人 他在墨西哥是非常有名的诗人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他对政治没兴趣 可是他的岳父 他的未婚妻是非常爱国的 墨西哥热血青年 结果就出现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他的未婚妻 把他这个未婚夫把这个墨西哥诗人骗到自己岳父家里 给锁在了房间里边 你要不写出这首诗来 然后你就别出这门 结果这个弗朗西斯科刚萨雷斯 在房间里面面对了一幅当年美墨战争的巨幅游画 突然来了灵感 四个小时之后 就写出了这个十段歌词的 快智人口的墨西哥国歌的歌词 就这么诞生了 所以随着今天这场比赛的结束 那么三项记录被打破 也就是说德国队对墨西哥 以前全部是三战全胜临风被打破 同时从1982年以后的36年当中 德国取得了所有世界杯小组比赛首场的胜利 那么这个记录也作为了历史 那么同时第三项记录 也就是说 从去年欧洲杯 在半决赛中 德国队赴给法国 之后 德国队的主教练 代理这支队伍取得了16连胜的佳绩 那么这场记录到今天也变成了历史了 所以今天是一个创记录的一天 多项记录被打破 所以今天德国队和墨西哥队的比赛 必然会引爆我们南加州 以及整个美国 甚至整个墨西哥的球迷的热情 所以今天晚上 想必我们南加州的大街上的酒吧 那些烤肉店 墨西哥人又要开怀唱业了 不过今天两场重头戏 德国队是0比1败给了墨西哥 处于小组不利的地位 那么另外一场比赛 恐怕更牵动亿万球迷的心弦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庆庆 给大家简单的评述一下 今天下午的最后一场比赛 由巴西对阵欧洲禁缕 瑞士队的比赛的情况 这个比分的结果 可能跟大家预计的 还是有一些差距 因为上半场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可能是得3比0 4比0是一个大比分 我就预测3比0 我说上半场3比0 对 是一个虐特的人们一场比赛 但是好像从下半场开始 有点风云变过来了 对 风云就变 对 然后可能我感觉 就是巴西球员的这种 怎么说呢 整体性不强 个人表现比较多的这种特点 然后导致他没有把优势转为盛势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尤其林老师这也说 就是说感觉内马尔持球过多 然后非得过一下才能 没错 他那种个人的show off 爱表现 炫耀自己 而且爱斗气 我不知道各位球迷朋友有没有注意到 在整场比赛 内马尔为了炫耀自己是球队的领袖 是灵魂 多次在左边路和瑞士的后卫斗法 其实足球是集体项目 我们要的是胜利 而不是要个人的炫技 对 或者说是已经取得完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可以再 你再表现表现也可以 再虐一虐他 对 然后这点就跟墨西哥那个不太一样 因为墨西哥那个进球之前 就是那个小将 22岁的小将换上来 进球之前 我就看见他有一脚 就是类似这样的威胁 当时只不过没有打准 然后结果最后这一下 还是给德国队造成了这么致命一击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墨西哥也比较务实 就这样的 先怎么着也不能输这场比赛 没想到还拿下这场比赛了 回到巴西对瑞士这场比赛 其实也破了一个巴西的记录 好像巴西也有40年的首场比赛 基本都是直接就是赢球拿下来的 好像这次平局也是让巴西这组也是能产生一些变化 所以可以讲使巴西小组的出现形式就变得扑朔迷离了 因为大家一致公认实力最强的巴西二号种子 巴西现在才都一分 塞尔维亚三分 然后瑞士一分 然后哥斯萨利加零分 这道我觉得问题不大 那么德国那个小组也好不了点去 现在德国是-1个竞争球零分 然后墨西哥三分 然后明天的这个小组比赛不管是瑞典还是南韩 大家都会认为说这两支队几乎就是陪太子读书的 陪着他们俩玩的 那今天爆了这么大的冷门 墨西哥干掉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德国队 那么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但是总而言之 今天巴西是涉险过关 到了最后在下半场快结束的时候 甚至有一度处于非常被动 被瑞士队追着打 人家瑞士想从巴西身上拿三分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球迷觉得不可思议 你昨天想都不敢想的这种情况 昨天我跟你讲 世界16要干世界老大 要拿三分 你觉得你一定会认为我疯了 但是今天这个事实就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就会使那个小组的韩国队和瑞典队都发现了 原来我们也可以从德国身上拿个一分 所以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就变成了世界杯的这两个小组 会出现了非常微妙的这种连环套 因为大家以前在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第一期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做过一个预测 说一组的第一对F组第二 F组第一对E组的第二 那么如果现在出现了一个倒过来的情况 我们假设巴西这次有惊无险 他还是小组第一 那么德国总不能致德国足球的荣誉不顾 所以最终的德国 我们假设他摇摇晃晃的 亮亮亮亮的走进了16强 那么很有可能他是小组第二 那么小组第二 他就会对上那个小组第一巴西队 那么就会有可能像巴西和德国这样的火星撞地球的比赛 提前在16强就上演了 而且大家记忆犹新的是在上街世界杯 在巴西的主场德国队可是7比1屠杀过巴西队 那么而且今天的内玛尔已经不再是四年前的内玛尔 可是四年前的德国队基本上从主教练到主力队员基本都没有换 所以今天我可以这么讲 德国已经老卖了 德国的封县杀手穆勒 今天就像梦游一样 今天就像隐身一样 完全看不到他的身影 所以会不会出现巴西报仇 16强会不会出现这么一个对决 如果他俩要碰上的话 可能真是应该是复仇 应该能成功的那种感觉 那么今天可以讲冷门叠爆 但是这样的冷门却让我们的球迷觉得非常过瘾 这也正是世界杯 也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那么明天仍然有三场比赛 那么我们亚洲的禁旅韩国队将要赢战 这个北欧的禁旅 海盗 海盗 瑞典 所以韩国队是否可以通过 从今天墨西哥战胜德国队的这个战力上 得到一些什么启示 所以我们明天预祝我们的亚洲球队 韩国队取得理想的战绩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大话世界杯的节目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